大家好,我是超子 在家炒豆芽怎么做,脆嫩不出水呢? 原来很多人都做错了 今天我来教你正确做法 酸辣开胃,下酒又下饭 首先准备一块钱的绿豆芽 放入大一点的盆中,加入清水 用我的双手轻轻地揉搓清洗两遍 洗豆芽不要用力抓,因为它的身躯很焦嫩 洗净以后捞出来,彻底控干水分 水分一定要控干 要不然再怎么炒也是会出水的 利用控水的时间准备配料和小料 一小把韭菜清洗干净,切成长段 两三粒大蒜趁其不备,排碎堕碎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再来少许小葱花 喜欢吃辣的就放几个干辣椒 不喜欢吃辣可以不放 起锅,锅烧空气,烧至抹烟以后放少许油 先用油,入面锅的全身 大火把油烧至抹烟以后 放入洗好控水的豆芽,在锅中大火翻炒 沿着锅边 烹入少许白醋,这样豆芽炒出来更加脆爽 大火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关火,盛出,控水备用 这一步操作可以炒出豆芽多余的水分 还可以取出豆腥味 另起锅,锅烧热,放一点油 油热以后放入四五粒花椒 爆出香味 咱们今天做的是 呛炒酸辣豆芽,花椒很重要 花椒炸变色以后 放入蒜末,葱花和干辣椒 小料炒香,炒至辣椒微微变色以后 放入黄豆芽,沿着锅边 烹入少许白醋 开大火快速翻炒 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调味,放适量的盐 一点点白糖 少许味精或者鸡精 再次烹入一点白醋 这也是豆芽 酸辣脆爽的关键 最后,放入准备好的韭菜 简单翻炒拔了两下 起锅,装入盘中 一道酸辣脆爽 下酒又下饭的 呛炒豆芽就做好了 这样炒的豆芽 在家里面做 也不会出水 简单的家常菜 不一样的味道 喜欢,你也简单收藏 是,做一下吧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